多个新盘抢下,加上市场观望美国联储局6月议息,二手楼市观望,反映5月下旬市放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,CCL,最新报180.78点,按周跌0.95%,幅度为12周最大。 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黄良星表示,联储局本周四加息0.75%来,对本地楼市的影响将于7月上旬公布的CCL才开始反映。 相信短期内未能升穿182点至184点水平,在加息预期影响之下,CCL已连续八周于180点到182点之间宅幅徘徊。 反映5月23日至29日市放的CCL,最新报180.78点,按周跌0.95%,至于大型屋苑、中小型单位及大型单位指数,分别按周下或1.12%,1.06%及0.45%,可见加息预期之下,中小型单位楼价率先受压。 观塘海汇6美国周四加息后手中涉样。 消息指,该屋苑两座低层H室,实用面积717方尺。 原业主2018年底以1365万元一手买入。 幽类本港息口上条,最新以1308万元买出。 持货三年半将涉57万元或百分之四。 联集费料涉予120万元。